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猫妮 键盘一个月不清洗比马桶还脏 里面有非常多细菌污垢和灰尘 但是一说到键盘清洁 很多人都是认为要将上面的键盘格一个一个取下 才能将其清洁干净 其实根本不用这么麻烦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个好方法 跟着我一起来看一下吧 我们现在近距离的来看一下 键盘超过一个月不清洁到底有多脏 缝隙处全是细菌污垢和灰尘 咱们每天用手在上面进行敲打 手上就会沾染非常多细菌污垢 极其不卫生 然而一说到清洁 很多人都联想到要将上面的键盘格卸下来 才洗得干净 其实根本不用这么麻烦 今天我要分享的懒人方法非常简单 方法一 史莱姆清洁法 咱们家里有小朋友的应该都会有这种史莱姆 史莱姆是一种胶水玩具 像网上卖的键盘清洁泥 摸上去手感其实跟史莱姆是一样的 如果在里没有史莱姆 咱们也可以自己制作 在容器当中倒入适量的洗洁精和等比例的透明胶水 再加入两滴干油 以及呢 我们再滴入少量的隐形眼镜 布里叶帮助其成型 边倒边搅 那这样呢 咱们的史莱姆就做好了 现在咱们开始清洁 清洁前的史莱姆非常干净 现在咱们以这一小块为例 咱们根据键盘格的大小选择适量大小的史莱姆 史莱姆呢要稍微偏硬一些 千万不能太稀 咱们将这个史莱姆直接按压下去 史莱姆是非常柔软的 因此按压下去的时候 它能深深的嵌入到缝隙深处 咱们再继续按压 按压片刻后 我们就可以将史莱姆取出 现在咱们的史莱姆已经取出 史莱姆已经明显的变黑了 上面有非常多的污垢 然而像咱们的键盘格上面 非常的干净 一点污垢都没有 其他地方也是同样的清洁方法 可以将整块覆盖上去 也可以直接这样点按 大家看一下史莱姆上非常的脏 最后全部都点压完以后 咱们还可将整块史莱姆 放在上面进行搓揉 这时呢我们就可以将 面上的细菌污垢全部都带走 方法二 卡片清洁法 准备一个不要的卡片 以及双面胶 将双面胶粘在卡片的侧面 使卡片的侧面 带有粘性 这时我们就可以开始清洁 将卡片带有粘性的这一面 卡进咱们的键盘缝隙处 以点按的手法这样上下按动 我们来看看 仅仅只是简单按压了几次 上面胶上全是灰尘污垢 在重点清洁每个键盘格的时候 由于空间比较狭小 咱们可以直接的用这个夹角卡进去 这样呢就能将小范围全部都清洁到 来看看咱们清洁下来的垃圾 是不是特别脏呢 效果还不错吧 清洁键盘不用拆卸 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懒人清洁法 您学到了吗 如果您有更好的方法 也可以在评论下方留言告诉我哦 我是猫林 想了解更多 新鲜有趣的小秒招 欢迎在评论下方顺数点一个关注吧 感谢观看